残疾女孩去见网友 对方静一脚将她的轮椅贴进了处水沟 女孩艰难地爬行了32天 总算回到了自己的家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女孩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她一脸兴奋决定再次会会这个网友 为了这次约会 女孩加强了体能训练 避免再爬回来的时候体力不支 第二天她骑上心爱的小电车 一个人来到了赴约地点 男人通过窗户盯着这个单纯的女孩 她发来信息说自己肚子疼在蹲坑 让女孩等她一会儿 女孩信誉为真 此时身后的工作人员突然告诉女孩 这个骗区马上就要被拆除了 请尽快离开现场 女孩很是无助 只能开着轮椅寻找出去的方向 远处的拆除已经动工 空气中弥漫着大量回尘 她给网友发去信息 可下一秒楼顶的基站已经拆除 手机完全失去了信号 眼看一动动建筑 变成衣服的废墟 女孩终于慌了 只能在错综复杂的胡同里 寻找出去的方向 就在她要找到出口的时候 渣男网友突然出现 锁上了唯一的逃生通道 女孩一脸是无可恋 安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乌路偏逢连夜雨 女孩的轮椅 砍在了狭窄的小路上 她只能拖着身体 不停地向前爬行 她在垃圾堆里 找了把衬手的工具 转过头的时候 自己的轮椅已经被人推走 女孩拼命地往回爬 发现远处的轮椅上 竟有一封字条 上面写着 我还没拉完 请你再等一会儿 女孩要疯了 自己这次又被对方给耍了 就在她心中绝望的时候 渣男就一脸微笑地走了出来 她说她在蹲坑的时候 捡了一根断毛糖 随后变成在了女孩面前 看到高大帅气的网友 女孩的内心再次开始荡漾 她向男孩的身旁瞟了一眼 切花现了废墟里的一具尸体 看来这货不仅是渣男 还是个变态杀人狂 就这样 杀人狂拖着领底 离开了现场 女孩则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萨满志和金鱼 满大街寻找她的身影 女孩躺在地上 一动没动 远处的拆迁工程 已经越来越近 身为中单法师的姐姐 凭借直觉 很快来到了拆迁现场 两人终于在废墟里 找到了自己的妹妹 金鱼劝女孩回家洗个澡 休息休息 可女孩却摇摇头 说啥都要蹦逼 就这样 女孩坐着轮椅 在舞池里疯狂摇摆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深夜 躺在床上的她 再次回想起了那天 渣男抱着自己尬用的画面 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让她再次张开双臂 在孤独的深夜 鼓动了起来 看来 她还是忘不了那个男人